供疗缺老人比例已经有22% 为了营造友善失智患者的社区 今天上午在福隆青少年活动中心 举办长者纳营活动 透过警察局的指纹登记系统 输入高龄长者们的联络地址 将指纹建档帮助找不到路的长辈回家 今天的活动相当踊跃 由市府卫生局、警察局、戏指国泰医院、公所 及福隆公拓中心举行的爱指纹指向回家的路活动 今天有不少长辈前来参与 在了解因为失智而迷路的风险后 长者们都期望为自己留一份安全上的保障 这个活动是我们公所跟我们 这里也是个失智关怀据点 还有跟我们卫生局和警察局合作 我们现在知道失智老化的程度越来越严重 老人家又是出去忽然忘记回家的路 那他如果说没有戴那个失智手环的话 那就可以有借由这个按指纹的方式 那警察局那边有一套专门的系统 就是可以上去搜寻资料 那就知道老人家他住在哪里 那我们就可以通过公布门的系统 让他老人家可以很平安的回家 排着队长辈们填写自家地址 将助指姓名登陆于警察局系统后 便进行指纹纳印 左右手四指及两手拇指都要清楚扫描 才能在系统建立 以后要找出长者资料 便能直接靠指纹读取出来 那我们共疗区65岁的 大概有是22%的老人 我们以福隆里来讲 福隆里有400多位的65岁的长者 那至于说那个失智啦 那保健站方面都也派专人在追踪 所以这方面做得很好 我们很感谢我们新北市政府 共疗长者多 但许多人子孙都不在身边 对长辈日常身体变化不算清楚 一旦失智情况逐渐恶化 便容易来不及应对 造成安全上的疑虑 期望子女能更多返乡探望老人家 也能多鼓励长者多与民社互动 社区彼此多点关心 能让以法生活更加健康和乐 记者消耗文共聊采访报导